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週五的 科技每週報 哈囉大家好 我是凱文 哈囉 我是小瑤 是的 這個禮拜的科技每週報 我們會集中焦點在美國拉斯吾加斯 現在舉辦的2014年的CES大展 好想去啊 現在就立馬買機票去了就不要走車 拜拜 在這個會場裡面 各家大廠都推出了新的產品給大家看 大家就是想要表現最好的產品出來 科技展望是什麼 沒錯 那我們這週的焦點新聞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則就要帶給大家的就是 Michael Bay在這個Sansung的發表會上又出場啦 哇 哎呀 因為這個提詞機的關係壞了 怎麼辦呢 他也沒有自備好那個講稿 他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依賴科技也是不行喔 我看到下面有個影片 就因為時間關係大家可以點去看 然後因為他的提詞機壞掉他就忘記了 對 然後就講一聲Sorry就走進去了 那以後我忘詞 我要說Sorry 好 我們先忘詞 OK Bye Bye 其實他是要介紹這個 是的 就是全球最大105吋的曲面UHD電視 是的 那這個曲面電視可能是之後的電視的發展啦 LG也有發表這個電視 好啦 那我們另外一個大廠 Intel他推出了這個我們看到最小的SD卡 不是不是 它是一個最小的雙核心電腦 只有SD卡的大小喔 Oh unbelievable 對的 那我英文是不是 是啊 我要配合一下CES這個大展 對啊 這個 哇 像SD卡大小的方式 大家隨身帶著走就好了喔 還真的 很方便 好啦 另外一個大廠 就是AMD呢 他又要推出這個下世代超低功耗的 APU的概念平板裝置 哇 我看起來這個手法我覺得還滿好握的 下一個 另外一個大廠 Razer他也展示了顛覆概念的模組化的電競PC喔 那我知道現在很多大廠想推出這個模組化的手機 那模組化的電競PC我們來看一下 在安裝上面會更加的方便啦 如果你是不懂電腦的我覺得呢 差一下就裝個新裝置上去 是嗎 你是說我嗎 沒有講喔 隱隱約再說我了 那其實除了有很多的科技新品之外 還有一些滿有趣的科技新品 例如像是未來的趨勢會朝這個3D變應的發展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列印什麼出來 好 等一下喔 我可以講 好的 它要列印食物有哪個人不愛吃的呢 這些食物 你覺得能吃嗎 可是它的售價大概是5000美元到1萬美元喔 掰掰 不太可能 好啦 如果你買不起的話呢 你可以買這個 這個還在寫 史上最攻擊性的iPhone保護殼 它可以充電 然後呢 它可以讓它變極棒 我覺得是女性的這個保護 隨身保護瓶這樣嗎 這其實我滿想要的 你想要喔 沒有人會 沒有 是可以素食的防針喔 有色藍也要干涉你的食生活對不對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之前有提到過的 這個LINE 有關LINE的 對 大家知道這個Who's Core嗎 之前就是被這個LINE的公司已經買走了 那麼呢 現在 現在這幾天如果你有更新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 是的 它現在又多了這個LINE的名稱叫LINE Who's Core 對 我知道之前它是一個橘色的橘白的配色 現在又變成LINE的標準的綠的顏色 對 而且它這個Who's Core 現在裡面又多了這個 非常超人氣的熊熊跟這個兔子在裡面 兔兔 對 之後會有什麼應用呢 是不是有把這個貼圖也加進去有沒有 喔 把貼圖也加進去嗎 這誰打來之後就是誰的貼圖 啊 每個貼圖每個人的那個 就是說比如凱文 你不然就放一隻熊 你們直接講嗎 對 所以就是 結果那全部人長得像熊 或長得像兔兔 都不知道是誰 對 所以我覺得更新了之後呢 就是煥然一新的感覺 好像是另外一個軟體的感覺 非常的有趣喔 那之後會有什麼服務呢 我們在之後來看下去吧 敬意期待 那這個禮拜呢 除了這個LINE 還有Foods Core 還有更多的焦點都集中在這個動物園裡面 動物園 對啊 動物園 你要講動物園在什麼 對啊 動物園現在的焦點 大家都在看那個園長 除了這個CES大膽之外 還有這兩個 而且 這今天是這個 瑤瑤的生日 OK 這個要卡掉 謝謝 謝謝 有點想哭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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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現在要發表我的心情就是 我非常的感動 那我希望呢 Take On Loan之後呢 就是可以 點氣力更高這樣嗎 就本身要不斷的增加 感謝大家 三十塊囉 謝謝囉 好 那我們 感謝我們工作人員 那我們要繼續主持 好笑好笑 好笑 謝謝 乖嗎 好啦 這個禮拜除了2014年的CES大膽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焦點都放在台北市市立動物園裡面 感覺台灣很喜歡動物園 上個禮拜是小鴨 這個禮拜又是什麼呢 對 所以我們的圓仔就是上班了 上班了 首次的亮出來給大家看 是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禮拜有趣的影片 也是跟Panda有關係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大部分人都看過了 沒有關係 因為擺探不厭 精彩的要不要打 我覺得太可愛了 如果是他的話我也會覺得 我的Baby怎麼的 他的腳都翹起來 很像恐龍 還好我們的圓圓跟圓仔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樣子嗎 對 他們就是和樂融融的 對 還好 好啦 這是我們這個禮拜的科技美中報了 我們再祝福一次 咬咬生日快樂 我真的太開心了 而且這蛋糕也是我很喜歡吃的 對 是幾歲的生日呢 可以不要講嗎 你知道 大家要請在下方留言 可以猜猜看是幾歲的生日 年齡就是女人的秘密啦 永遠不要知道比較好 好了 就是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多多的分享在下方留言喔 是的 我們影片下方 也會連結到今天講的新聞的連結 大家可以點去看喔 影片下方已經在我們Facebook Google Plus 配合網站 幫我們按個讚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 幹嘛這麼快就講你是誰 好啦 我是姚姚 我是姚姚 小燕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